在我后面这套房子是我爸爸亲手盖的房子 占地1200平 800平的花园 堵洞300平 车库都有80平 很多人觉得德国人很有钱 人人花园别墅 像我老爸 房子占地比三个篮球场大 有花园有菜地 但是你们知道 这样的房子是怎么来的吗 这套房子是我父母这辈子的骄傲 如果你们喜欢 可以给他们点个赞 为了给自己四个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我奶奶60年前贷款11万马克买了这个房子 11万马克在那个年代 不吃不喝 大概要攒20多年 差不多能买10个德国土车产 当时这个房子是一个小小的四方题 我奶奶当时很穷 为了还贷款 二楼不得不租出去 我奶奶和我爸爸兄弟住在一楼 我奶奶说 万一钱不够还贷款 我们也可以把一楼也租出去 全家搬到地下室主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房子一定要保住 20年后 我爸爸继承了这个房子 他想让奶奶住得更幸福 也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 和奶奶一样很节省 把存下的钱都用来盖房子 然后越改越大 可惜我那时候还不是博主 真想记录一下我爸爸盖房子的过程